这里呢便是军阀之处 段祺瑞在石家壮的一处豪宅 非常的奢华 整个豪宅由七栋德式洋楼组成 里面的设备更是让你大为的惊叹 百年前的西式珍宝全部藏于这个楼中 这个呢就是全国仅有两件的木制德式冰箱 至今没有人知道里面的构造是什么 这是西汉皇帝官果上才使用的皇长提凑 竟被段祺瑞用作了墙群 三层楼上的地下秘室则更为神奇 竟然通道火车站里面机关遍布 十分的诡异 今天呢就跟随我的镜头 我们来一起探秘这所百年老宅吧 段祺瑞的豪宅呢到底有多奢华呢 今天呢带大家来了解一下 上个视频呢我们参观了小姐楼啊 小姐楼的奢华程度已经让人十分的惊天了 其实段家真正的精华是在这里啊 这个楼叫什么呢叫做经理楼 说什么经理楼呢 其实当年啊就是住人的地方 也是办公的地方 这个是段祺瑞的弟弟段祺勋 还有段红叶所办公居住的地方 这里面可是有跟慈禧老太后一样的一件质宝啊 补充一下啊这个段红叶呢是段祺瑞的长子啊 这个早前啊这个楼顶啊是一个德式的钢盔 因为它这个也属于德式的建筑 但是后来呢被战乱所毁 这是顶上可能后来修复的 看这拱形回廊啊非常的气派 你要知道啊这是1913年的建筑啊 跟现代的建筑是不能比的 一楼进来呢可能还原了当时的场景啊 这个呢是什么呢 这个有可能当时是一个会客大厅啊 那有一个落地中 这边全是欧式的沙发 这应该是新的 这里面啊人家还专门设了这么个歌舞厅 供当年可能是正风矿叶 一些领导人休息的地方啊 看看老式的钢琴还有留声机 这个宝贝呢就在左手边的这个屋子里啊 我们先看啊这里有密道就在这个竹子下 这个密道当年是用来干什么的 当年啊1929年的时候 由于正风矿叶经营不善啊 签了好多工人的薪资 工人罢工将这里包围啊 后来呢很多领导人看到没有 就是通过这个地套进行躲藏的 现在这个地套不让出境了 这个呢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个宝贝啊 这个宝贝呢全国只有两台 这里有一台 慈禧太后有一台 据说呢这是德国西门子生产厂家生产的第一代冰箱 木制冰箱 上面是冷冻 下面呢是冷藏 是用冰块降温的 但是很想不通啊 百年前的冰箱为什么会用木头而知 并且呢你们看啊 这个木头啊到现在保存的都是很好 是不是让人惊叹呢 但是冰箱据说没打开来过 这具体什么原因呢也不清楚 没人见到冰箱里面到底是什么样子 我们还是顺时针走吧 这边的洗澡堂呢跟小姐楼里一样 没有直角的啊 这个全部是用德国的子孙 这边是一个茶室 这个茶室呢不值一心了 不过现在不能来这里喝茶 我们从歌舞厅横穿一下 那边是一个会议室应该 我看着像 但是这面有没有什么宝贝呢也没有 有一些简易的文物 这就是当年征风矿业 可能领导们来这里开会的一个地方 那还有保存文件的文件柜 这个视频可能有点陡啊 因为这运动圈集在暗光的条件下啊 会发生颤抖 二楼呢还有一件真正的宝贝啊 这面是一个办公室啊 那里人坐那里好像在签合同一样 这咱们就不看了 这个没什么好讲的 看到没有 当时的经理啊 就是断红叶还有断气熏啊 这里还有专门的保卫室 保卫室的大 双门 这里所有的房间全部是双门 我猜想了可能是便于逃生 包括卫生间啊 竟然也是双门 这里面还有一件宝贝 我们去看啊 非常的神奇 就是这面镜子 哇 这看起来像一个会客室 这面镜子啊 很特别啊 特别到什么程度呢 据说你 就是你无论站多么近 站多么远 永远都照到你的全身 并且呢 成像效果比本人好 我们来试试这个传意镜啊 到底有没有这么神奇的效果 来看一看啊 是不是走多远都能看到全身呢 是不是 来 接着从这里出来 这也是一些文献柜文物 办公桌 这里有一件宝贝 这个宝贝叫什么呢 叫做黄肠木 葡萄雕刻 哎 强群啊 这个玩意儿有什么厉害之处呢 你想想 西汉的帝王林里面 那个做官果 那个叫做黄肠提凑啊 你就知道它的价值在哪里了 所以说呢 这里面是比小姐楼更为奢华的精灵楼啊 精华全在这里面 雕的是某套 经理最私密的空间呢 就在这里啊 哎 这是总经理当年的办公室 这文物基本还在啊 但是看见 挺新的 它上面写着那个文物保护 请无触碰 但是我不相信这是文物 因为这个柜子太新了 如果说真是这个桌子 如果是用俄罗斯红木做的话 还有可能 因为俄罗斯的红木啊 制作工艺要相当的复杂 价格呢 稍贵一点 所以呢 包括这些地板啊 它能保持一百年 非常的崭新 看起来 这是奇迹啊 这里办公室穿过来看一下 有什么 哇 这个应该是早前的干湿分离啊 这个干湿分离还是第一次见啊 起码在这个民国时期 这边呢 就是一个麻将桌了 可能经理们要打打麻将 娱乐一下 来 接着往这边走 这就出来了 迎面对着的是一个正风况 也在大营洞